谁说主奥就一定要比富奥强 我大雷欧的富奥阿斯特拉可是至今为止没亮过一次红灯的 今天二则给大家带来的是 主奥富奥谁更强第二期 一起来看看这些主奥和富奥谁更强吧 第一个雷欧和阿斯特拉 说句玩笑话啊 阿斯特拉只在雷欧TV的第39话中闪过红灯 没错就是雷欧去解救被狗杂种心人困住的阿斯特拉的时候 准确的说呢还不是闪红灯 阿斯特拉闪的是绿灯 这下知道为什么阿斯特拉获得外号永不闪红了吧 不过话说回来阿斯特拉真的有这么强吗 哎你还别说他确实是这么强 在奥特英和格斗3中雷欧兄弟战事出场 阿斯特拉先后参与了不少大战 更是硬扛了王国的类似于等于一次火花的东西 这都没闪灯 足以见得他到底有多肉了 在雷欧的TV中 阿斯特拉每次的帮忙都和雷欧形成了完美的配合 但是最关键的是 在阿斯特拉的履历中也没人训练他呀 好似他天生就有着和他哥哥一样且相适配的战斗技巧 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啊 那就是阿斯拉在马格马仙人手上 遭受到了和雷欧一样的训练 哎你可别说雷欧在地球上是被散文特训了啊 毕竟散文这特训被不知情的人看到了 认为雷欧被散文囚禁虐他也不是不可能啊 毕竟谁家训练人的时候拿起捕蛇撞呢 总的来说啊 雷欧和阿斯拉的实力是当差不差的 除了技术身体素质有一点不一样外 格斗技巧啥的都是如出一辙 第二个特里加黑暗特里加 这点没啥好说的 虽然说黑暗特里加是特里加原本的力量 但大家都知道啊 特里加在三千万年前是怎么永保光明的 那不就是因为黑暗特里加接受了永恒核心碎片的力量吗 如果黑特吃贫特里加的话 那么这些永恒核心碎片的力量去哪儿呢 而这仅仅是在诉说特里加基础形态下和黑暗特里加的比较 更别说特里加还有个永恒闪耀形态的 永恒闪耀形态的特里加不说秒杀黑暗特里加吧 爱说也能把他吊着打了吧 毕竟在剧中又不是没出现过 俗话说黑化强三倍喜白弱三分 黑化畅端下都被特里加吊着打 喜白之后成为了特里加的富豪之后 岂不是弱成了渣渣 第三个泰加泰塔斯风马 第三个奥特曼 于是说另外两个是泰加的富豪 倒不是说这是迪迦三个形态的另一种说法 大家都是代表光力量速度三种属性 只是迪迦是切换形态 泰加是切换奥特曼 这只是换了个说法而已啊 所以泰加如果不算其他形态的话 泰加和泰塔斯风马的实力应该是持平的 但问题就出在泰加还有一个额外的形态 泰加光子大地 这个形态是泰加利用太古时期就存在于地球上的神圣力量 将泰加钥匙进化为光子地球钥匙之后变化而成的形态 能发挥出数倍于之城的力量 力量和防御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但机动能力呢有所下降 泰塔斯哭音在特所里啊 为啥就泰加有其他形态 而泰塔斯和富马没有呢 可能泰加是光之国的皇太子 谁都想放设法的送点好处给他 希望光之国能多帮帮自己所在的这颗星球啊 第四个孟比优斯西卡利 关于这对夫妻谁更强还真不好说 毕竟西卡利是一介文官 他只是一个科学技术局的领导 但同时他是一介文官 没有他们那样的力量 单手托举贝蒙斯坦 光线撑死贝蒙斯坦 这是一个文官能干出来的事 而且在孟比优斯的剧中 宇宙剑豪加姆莎曾明确表示过 西卡利也是宇宙中最强大的剑客之一 这些都能体现出西卡利实力的冰山一角 不过话虽如此啊 孟比优斯的实力也不容小觑 首先在西卡利斩断扎姆莎的新斩完后 西卡利曾明确表示 这是孟比优斯斩断的和他没关系 这是在变相地承认孟比优斯比他更强 其次孟比优斯在剧中也曾得到过 几乎所有招和前辈的教导 让孟比优斯能学会并且使用超级多的强力必杀 尤其是奥特炸弹这一招 西卡利和他正面真的拼命的话 西卡利还真不一定能应付这一下的 不过这一切都是建立在 双方都是靠硬实力打的基础上 要是算上智力的话 西卡利还有一大堆的强化装备呢 你说一个发明者 怎么可能不给自己留个后手呢 他发明的那些道具 肯定都有一个自己能用的版本啊 所以万一动真格的话 西卡利掏出一个超线西卡利 那孟比优斯又该怎么办呢 所以论硬实力 孟比优斯这个主要更强 但要真的成为了不死不休的仇家 让西卡利逼胜 第四个 麦克斯杰诺 这一对其实没啥好说的 毕竟杰诺一盒都已经 叛选成为麦克斯银河了 你真了不起啊 大家都爱你啊 开开玩笑啊 麦克斯在TV一盒之后的客战中 差距实在是有点大啊 TV吊打一切 客串被一切吊打 但就是在客串中 被一切吊打的情况 也依然是杰诺无法捧磁的 毕竟杰诺目前的表现 无论是在麦克斯TV本片送装备 还是在奥特银河格斗尔送充电宝 或者是在奥特银河格斗三 当杰诺银河的操作人员 都一样都没有排名 远远不如麦克斯的被一切吊打来的吃香 人家麦克斯好歹在贝利亚入星光之国的时候 挨了两棍一爪才到的呢 第五个 高斯杰斯提斯 这对夫妻的实力倒是比较接近呢 当然了 说他们是夫妻也是开玩笑的 毕竟杰斯提斯在设定上和天使一样 是绝对的正义 没有性别 所以也就没有夫妻这个说法 关于他俩谁更强这个东西 官方有过明确的设定解释 杰斯提斯的标准模式的实力 对标于高斯的日食模式 而杰斯提斯的粉碎形态 则对标高斯的未来模式 而高斯的未来模式 则是常规奥的巅峰 属于临门一角就是救救奥的水平 所以这俩谁更强 也就没必要说了 基本一样 单论功能性的话 高斯还有月神模式 比起杰斯提斯 这种只会杀戮的奥特曼来说 确实是比较全面了 第六个 德凯 丁纳斯 这两个奥特曼其实还真不好说 毕竟他俩的光是一个 丁纳斯的光芒是戴拿次于丁纳斯的 而德凯的光芒 则是丁纳斯把自己的光芒 传递给了德凯 所以按道理来说 如果有一个弗力杀的战斗仪的话 可以清楚的看到 这俩的数值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但问题就在于 丁纳斯的设定是不擅长战斗 只会使用一些特殊的战斗卡片 来辅助自己的战斗 但德凯可是一个 标标准准的战斗型奥特曼 就像两个人的权力 蹲力啥的数据都一样 但一个苦练拳法多年 另一个只知道叉叉花打打牌 论谁都知道 这俩谁更强 更何况在剧中 丁纳斯困苦很久的敌人 被德凯的最技术形态 就给轻松干掉了 大家知道丁纳斯 相比起德凯来说相差多大了吗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于我说的这些实力分析 各位有什么意义吗 换得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